就是把镜头转回国内来关注的就是 台湾目前的疫苗接种策略 是开放了公费疫苗预约平台 让民众上网来预约 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 莫德纳的疫苗预约登记人数 是比AZ疫苗还要多很多 从数据显示就可以观察出来 AZ疫苗的这些副作用 真的是让不少人产生疑虑 博尔市指出一旦轮到打疫苗的时候 其实国人都应该要赶快去接种 因为只要轮到哪个 不管是哪个厂牌的 都绝对有帮助 现在国际上认可的AZ莫德纳BNT疫苗 其实对于预防重症及预防死亡 都有很好的保护力 目前台湾COVID-19疫苗接种策略 从16号起一周只打一个厂牌的疫苗 原定未来三周施打AZ疫苗 而现在改为暂定四周 随着日本大量捐赠AZ疫苗抵达台湾 国内也开始进行接种公费疫苗预约平台 截至16号下午1点止 登记Moderna人数超过400万人 反观登记AZ疫苗人数只有20多万人 民众对于不管是哪一支疫苗都担忧 都是其实相当的高的 那现在就是说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给民众一个正确的知识 确实我们发现 不管是我们现在手上可以拥有的AZ疫苗 或是莫德纳疫苗 它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型副作用 严重副作用跟我们不想见到 跟真的是需要赶快就医的副作用 目前国内有AZ与莫德纳疫苗可供施打 由于之前国外的报告 造成国人对AZ疫苗可能造成血栓 有很大的疑虑 那我特别要提醒大家 这样的病人仍然可以放心的施打AZ疫苗 AZ疫苗引发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抗体 然后去让我们的血小板的活性增加有关 那就我们心脏科医生的观念来说 我们觉得说 在这些老人家注射完疫苗 那产生这种合并症 或者是死亡的原因 常常跟疫苗本身不是有绝对的关系 而是病人可能本身心脏的血管就有问题 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对疫苗的选择 还是会有希望的选择系 那其实来讲的话 打疫苗的话一定是利大于多 那不过一般人还是会担心 疫苗的相关的副作用 那其实我们在打疫苗之前 都有专业的医师进行做身体的评估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认为 如果是染疫高风险族群 可打莫德纳等MRNA疫苗 保护力较高 对于有民众不想接种AZ疫苗 原则上可先打第一剂 防范重症效果打九成 未来若开放了混打 可再改打其他疫苗 我现在忧心的是说 我们永远不知道 下一波疫情什么时候要来 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够 事先打好疫苗的话呢 我们就比较有这样的抵抗力 来应付下一波的疫情 现在的状况是 AZ疫苗呢 比较少人预约的 尽量让自己赶快施打疫苗 我们国人一开始在 施打AZ疫苗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个现象 好像死亡率会比较高一点 不过按照欧洲腰无管理局来讲 其实真正产生 严重的AZ疫苗 血栓的合并症 的比例其实很低 大概每十万人里面 有1.23个人 产生这种严重的血栓 现在政府也提供了 很好的预约平台 我们从第一类到第十类 陆陆续续都已经在打 而且呢 这个预约的平台 都可以让 更年轻的人 有机会打到 所以我会鼓励我的朋友 跟家人赶快上去预约 有预约就有机会 小轮到 不管是哪个牌子的 我相信其实都有帮忙 国际认证疫苗 AZ发明者 就是这位穿着红衣服 牛津大学教授 在全球疫情肆虐下 AZ疫苗的快速问世 救了许多生命 我非常感激 牛津大学 疫苗的教授 Sara Jiber 她实际上 她发明的这个疫苗 她又放弃了专利 她是以公益的一个想法 希望全世界 可以赶快打了疫苗 然后让这个疫情 文静下来 医师提醒 只要好好注意身体状况 目前AZ疫苗 和莫德纳疫苗 一样安全有效 不需要因此过分担忧 正确认识疫苗 及早施打 千万别因为新冠病毒 造成死亡 或严重并发症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现在是进入了 微解封的时期 确诊数也稳定的下降 不过想必大家更关心的是 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完全回归正常的生活 但是回归之后 难道就没有风险了吗 研究就指出了 其实解封可分为两种 其中所谓的 些性的解封 将会让这个无症状者 继续又散播病毒 又会回到原本封城的状态 也因此 这个逐渐解封 才是能够长期对抗传染 降低风险 而且加速清零的方式 随着疫苗计划的推进 以色列在二月份开始取消社交限制 商店 餐馆 酒店 还有电院完全开放 然而每日新增 确诊稳步上升 7月13号达到四个月来的巅峰值 眼看疫苗施打率已达八成 荷兰在六月下旬全面重启 舍弃戴口罩要求 还鼓励年轻人外出 结果新增病例狂飙 总理被迫道歉来个法夹弯 重启措施只短命维持三周 画面转到亚洲 韩国六月放行私人聚会 并放宽餐馆的营业时间 打疫苗的国人还不必戴口罩 而现在韩国正面临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疫情爆发 近回到台湾 这里是西门町 可以看到跟以前的西门町 已经不一样了 世界各地在碰到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都会进行所谓的封城措施 这个是阻断病毒不得不的手段 但是一旦进行了封锁 可以看到经济受到影响 人民的生活也受到限制 这样的封锁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就算终于等到确诊数下降了 该怎么解封也是难题 英国大学研究团队提出 两种解封降接方式 间歇式策略与逐步解封策略 比一比所谓间歇式 就是考虑一次性完全的解封 释放所有隔离人群 但研究发现 一旦尖峰开始下降了 这时候全国解封疫情将会再回温 换句话说 在感染高峰结束后 在这一到两周的等待期 对于减少新案件的增长 帮助并不大 操之过急 他们叫这个叫开关的机制 直接开或直接关 快横准的快速的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是属于 逐渐式的方式 城内比较安定以后 我们再来处理城外 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正在进行这种方式当中了 另一种所谓逐渐式策略 是在感染的第一个高峰完全过去之后 但仍然隔离部分人员 能陆续解封 低风险族群与区域 一步一步把时间拉长 直到一律被排除 才进入全体的大解封 又解又风又解又风 这样的循环是没有办法结束的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解决 如果解封以后 我们产生了个案 或者感染爆发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处置 我们已经寻出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就是科市长讲的关门打狗 或者是所谓的清零筛查 想用最快速度回到正常生活 当然不管哪一种解封方式 其他配套措施还是得列入 首先城内先连接解封 才对城外连接解封 并在不同的阶段 释放不同年龄层的人 同时仍然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而手机通联 实名制轨迹等还是必须进行 以便万一又发生社区新案例 才好狂烈追踪 防疫批法 所以他就会半封不封 半解不解 结果你没有清零 你反而做了微解封 所以现在呢 就会造成说 那你根本还没有解除三级警戒 民众已经先解除了 那我们现在呢 大家就是在赌运气 不管用疫苗 还是封锁备战 维持清零是最终目标 但现实生活中 教华病毒难预测 在思考解封的同时 各国的经验都是台湾的借尽 TV新闻 钟德荣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而且微解封之后 似乎民众也跟着放松 北中南就陆续已经传出 有查获卖淫的事件 包含了日租套房的形式 甚至呢 是私长拉客 还强辩说全城都有戴口罩 这是不是造成破口呢 医师表示 防疫还是要有社交距离 陌生人 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真的很容易造成破口 疫情期间 最怕的就是人与人的接触 在微解封之后呢 南部地区出现了很多色情的交易 过去在万华地区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专家就说了 在这个防疫当下 还是避免人与人的连结 避免造成防疫破口 私长在路边 跟嫖哥一起准备前往旅馆 这是日前万华分局 查获的私长交易 疫情仍旧延烧 虽然为解封了 却有人耐不住性子 出来冒险循环 强力手当盘查 取定 针对防疫期间 本分局 侠内市府列馆 十大行业 茶艺馆 云酒店 及按摩店等 每日编排勤务执行机场 疫情哪都不能去 但还是有人以身试法 根据万华分局统计 疫情第三期警戒期间 查获私长违反社会秩序 唯物法的 共有六件六人 近来为解封 也有人开始蠢蠢欲动 尝试人与人的连结 增加染疫风险 查组后 鉴请市府权责单位 以照断水电 茶废等方式 强力处罚 污阻所有人 单身的男性 或是有需要的人 他就是 风险比较低之后 他当然还是会有这个需求 也没什么理由 抓到他们 大部分都是不讲话 对 然后就是说 问他为什么要来 他就是说因为 有趣啊 疫情目前人 处于三级警戒 虽有违解封措施 但特定行业 仍旧暂停营业 警方表示 疫情期间 仍旧加强执法 包含旅店 汽车旅馆 都会不定期零件 但还是有人不怕 北部 中部 南部 都有查获相关案件 甚至还强调自己 有戴口罩 变成套房的话 变成你的锁定性 比较低 就比较不好锁定 再来就是汽车旅馆的话 我们是适用 那个八大行业 或是一些特别的法条 可以来处理 那它上面还是会 标榜说 哦 他们有戴口罩 然后消毒 然后我是觉得 蛮有趣的 因为戴口罩的话 要怎么提供幸福物 对防疫这部分 可能还是会 有点误解 因为就算不戴口罩 有发生连接的话 还是会传染这样 新冠肺炎防疫重点 就是社交距离 医师表示 从事性行为 根本无法保持距离 加上若有体液上的接触风险 更增加了染疫危机 日前变种 租病毒来势汹汹 一不小心 这一时欲望 很可能变成极大破口 特殊场合 其实这些防护的防疫措施 都不容易做到 有时候你没落实戴口罩 有时候你也不容易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所以的确是 比较危险 警方出复分析 以非法性交易来看 目前私伤形态 人居位居第一名 其实是一楼一缝 日租套房形式 另外像是 以养生会馆 按摩馆 挂羊头 卖狗肉的方式 也不少 警方表示 疫情期间 除了加强执法 也会运用视讯巡逻科技来用 抓到依法就是开罚 四小时编排勤武 由本分局各所队组合警力 及分局巡关以上干部 组成四层警网 加强实施线上警力 小区域反复巡逻 守望 并运用视讯巡逻科技执法 疫情期间 人就严峻 非法行为就是不能做 并因为一人大议 造成防疫破口 TV也信用 王金堂来源民 台北采访报道 疫情期间 由于蔡政府的疫苗采购不利 还有疫苗处理的态度 都引发很多的民业 那么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民进党的支持度 狂跌15% 看似应该是国民党 捡到了枪 有施展的机会 可是没想到 国民党民调不仅没有起色 还小幅的下滑 反而是在北市长科文哲 领导的民众党声势狂飙 学者就分析 国民党真的已经面临 严重边缘化的危机 疫情重创台湾 政治人物的防疫表现 民众随时在心里打分数 这场无从准备的临时随堂考 成绩单已经出炉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 疫情下台湾人的政党认同 泛率锐减15个百分点 以28.2%创下两年半的新低 泛兰小幅下滑2.8个百分点 来到18.9基本上持平 民众党则异军突起 支持度骤增7.1% 以15.6%紧逼国民党 在这波疫情期间 民众党的支持度宛如 汉地拔葱般直线窜起 甚至连第二大党国民党 都面临边缘化危机 关键当然就在党主席 柯文哲的个人魅力上 但这波声量能否趁机向外蔓易 而不再只局限于柯文哲个人 在这波疫情趋缓之后的期间 将是观察的指标 回顾2020大选 民众党推出的区域立委全军覆没 只有部分区五席惊险过关 当时一度被认为将面临泡沫化危机 没想到今年不仅起死回生 在立院表现也有声有色 根据2020年12月台湾民意基金会调查 民众党当时有26.9%的支持者 表示认同民进党 35.5%表示认同国民党 另外37.2%自认是中性选民 不过现在只有6.4%表示认同民进党 31.4%认同国民党 中性选民比例来到61.4% 显示这初出茅庐的政党 已逐渐形成气候 民众党明居过去性质松散的支持者 走出蓝绿之外的第三条路 与第二名的国民党 声势几乎相差无几 百年大党生存命脉 岌岌可为 当然国民党的声势 也并非全然的低迷 像是部分明星县市首长 例如新北市长侯友宜 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们的个人声量都是持续走高的 但遇到的困境就是他们的个人魅力 无法扩及到全党 民传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 分析疫情期间六都市长脸书 网友按爱心与按怒的比例 称之为心怒比 心怒比越高 支持度也就越高 结果第一名是高雄市长陈其迈 卢秀燕与侯友宜分居第二第三 表现其实不差 但他们的做法是 就是认真慢慢做的这个类型 所以他们个人可以得到 不错的民意的支持 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再反映回来 在整个国民党的身上 觉得跟国民党的连结真的这么深 然后能够代表国民党的 这种政治路线 或就是在防疫上面的主张 政治民心缺乏与政党的连结 国民党自然无法掌握舆论脉动 也无法在媒体曝光占据太多篇幅 久而久之难免遭到边缘化 但若以民调崩盘幅度来看 民进党面临的危机更严重 但绿营政治人物似乎却相对乐观 只要我们能提出适度的一个 苏困跟这个疫苗可以施展到 我觉得民进党的年轻朋友 还是会留下来 国民党的年轻人的票源流失 会比民进党还要快的原因 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强者出现 所以这个强者可能就会 遗传到客人的身上 因为毕竟他比较懂得 年轻人的语言 病毒不分颜色 却会影响民众的政治选择 想要获得执政 一切作为 终究必须以民为本 TTBS新闻立委华顾商君 台北报导 高龄少子化恐怕是未来房市的 未爆弹 跑道边杂草丛生 快有一个成人的高度 操场已经没有过去学生 跑跳的蓬勃样貌 这是三重毕华国中的旧校址 闲置多时 但未来它的面貌 将180度大反转 毕华国中这边的旧址 其实校舍都已经超过了 40年以上了 不过过去 之所以我要签 也是因为考量到海沙屋的疑虑 不过在签校之后 留下了只将近三公顷的一个土地 其实这样的面积来说 在城市当中是非常难以寻得的 因此对于市府来说 未来的规划 也是希望能够把它 依循BOD的形式 打造成一个能够拖老 也能够拖育的迎新未来城 包含约200床住宿型的长照机构 700户乐林住宅 以及道宅服务的联合诊所等等 因应城市当中 人老屋也老的需求 老人家有人照顾 年轻人这个地方 他有居住的空间 大家又可以能够相互的照顾 其实不止政府端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建商 以及企业 投入乐林宅 养生宅的领域 都是看到不久后的 引发商机 还是在家养老的 这个过去习惯 可能会改变 可能会到安营中心 或者是选这个 比较适合的设施 甚至有机构服务的 这样子的场所来居住 这可能是未来 比较重要的趋势 台湾将在2025年 进入超高龄社会 每五个人 就有一人超过65岁 但高龄少子一体两面 虽然带来了居住商机 但恐怕也衍生 对房序的冲击 整个实质人口减少 从去年开始就 生不如死的 这个现象之下 房地产的实质需求 在量的部分 也会大幅的消退 那以目前来看呢 有一些这个屋里 比较老的 或者是设施 比较条件比较差的 没办法符合未来 10年或者20年之后的 这个社会需求的 这些产品 可能会很快被淘汰掉 蒲原建设董事长 李中树日前 也忧心喊话 当20年后 国内人口变少 房价自然会跌 因为根本没有消费力 也不需要再推打房的政策 因为也根本不需要 中古屋来说的话呢 机能比较好的一个地段呢 它的价格呢 它还是可以 比较平稳的发展的 那如果说是机能比较差 或者是整体的交通条件 比较不理想的地段呢 它的房价呢 也比较容易出现 一个松动的一个现象 专家认为 未来房价的涨跌 不能一概而论 产品本身的条件 将会是高龄化时代 太弱流强的主要因素 而先别说这么远 更多民众关心的是 眼前的疫情 对房税的冲击 它目前呢 从我们各家这样子 房仲的这个交易量 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近几个礼拜呢 事实上代看量 以及签约量 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复苏 也可以看得出来 民众对于疫情的恐慌度呢 已经逐渐的降低 尽管疫情和新税制 增添了变数 但根据台湾房屋的调查 下半年购屋意愿 依然强劲 有高达47%的人 想要买房 其中近七成 属于首购 显示刚性需求 依然还是接下来 最主要的房市动能 青菜萝卜都有市场 而且在追涨的预期心理下 机能成熟的都会区 未必是自住客的优先选项 疫情改变人们的生活形态 也间接影响未来的居住样貌 TVBS新闻业重李鼎丽 台北新北本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